今天跟大家說一下我在黃金洲活動抽到的球員 他就是日本的美職聯前鋒九寶 踢身身拿鐵FC 其實他年紀不太大 但有些可惜他出了國家隊 專心踢他的美職聯球會 看到他的數據也不錯 盤球和控球都不錯 現在就跟Nakajima組成一個日本的左前場風扇 看看可以帶領對球踢成怎樣的成績 好 終於Load到了 現在就要找對手 通常這裡都要花一點時間 不好意思 出場了 我們的對手 一把十三 前場都頗厲害 不過 對 他們的粉絲數目就低了 好 好 開球了 Danny Omo 交給我們的右翼 這麼快就想被 被Nakajima搶到 哎呀大 推過了 救命 到底對方龍門想拖到什麼時候呢 終於打開了 頂出來先 通常一打開球 都是在中場頂來頂去 沒什麼特別的 欸 擋到 好啦 給Nakajima 他真的超跑 也不是開玩笑 一邊爆 沒人追到他 看到嗎 嘩 射進了 第十五分鐘 先開紀錄 謝謝 又是你的招牌慶祝動作 好 好 接下來就看看對手怎樣去應付我們 大維斯 經常都搶到球回來 蠻好的 Danny Omo 給不給到 給到 給我們的攻中九寶 九寶 下來打 中場的位置 還有一個小小的犯規 對 OK的 這一球安全的 goalkeeper的世界 大維斯 圍高 Danny Omo 對了 計上九寶 我們 中前場有兩位 美職量的球員 欸 比出來了 哎呀 頂高了 對 其實呢 我把九寶換走 Abraham 的時候都想過頭鎚 這個問題 咦 我們的新後衛 拿祖 頂入我們今場的第二球 非常好 好了 接下來 我們看看對手有什麼反擊的方法 先 喂 一說完 立即 那麼快 給到波威 不是吧 幸好 這次 Mandy 九寶 OK的 跟Nakajima 配合 哎呀 暫時沒有 很多黃金機會 哇 大哥 不要玩東西 這麼近地區 玩火還在對手面前 幸好這一球 沒有計算入球 喂 但還是響起景號 喂 能不能撐到 又是我們的籠 神經病 真的要加完工給他 不是開玩笑 OK 完半場 領先2比0 抱歉 有點後龍痛 好 開球 怎樣呢 還是慢慢把球拆上去 不用心急 反正現在都領先兩球 喂 竟然這樣也撈到 喂 快點啦 Nakajima 哎呀 還不是你 真是 好期待他未來在日本隊的表現 應該可以把 可以幫日本隊 在世界杯走得更遠 希望下界至少八強 因為 2018年真的很可惜 這樣 被比利時絕殺 嘩 先說回球 現在 我們的右翼有空位 哎呀 真是 其實有很多時候 想射個這樣的軌跡 就會中了死角 可惜是不進那隻 咦 好一下球 不行 很快被人 背了 不過暫時還未見對手 什麼殺手拱 所以我想今場贏面都幾大一下 是要小心 押得太前的時候 有太多空位被人打 喂 Mandy 真的不得了 我不知道如何多謝你 好 在這場球 你是最大的功臣 甚至乎功勞 這場球 比阿 更高 又跑了 跑了 發爛了 在哪路 最喜歡的畫面 真的超棒 一向我本人都喜歡看一些 逆風的 跑動表現 入球 非常精彩 令整場球 增加了很多火藥味 又是你的重炮 可以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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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唉呀 我打算倒掛 小心 OK 回到位置 但是我覺得這場球 雖然進了三球 也不算很少 但是 有些中前場的傳接 可以再好一點 其實是對手 發揮不佳的意思 你看到其實很多空位 在中後場出現 真的如果不是靠一點運氣 和門將的發揮 未必是3比0的賽果 小心呀 好慢啦 哇 這球也救到 真是 不興奮也不行啦 加油呀 希望可以零失球 嘩 好厲害呀 真的有一點運氣 沒有話可說了吧 真的 我也不知道怎麼形容對手的心情 不過我之前也試過 好像對手那樣的處境 好啦 玩完啦 好啦 散邊 OK 今場球 9射6中 控球也挺多 不過全球成功 都不夠對手 可以再改善一下 下集再見 拜拜